大家好 我是天神 刚刚梅立宣布了会暂停更新 事情绕阳了这么多天 终于走到这一步 梅立都应该暂时收皮 但他们所用的字眼暂停更新 都代表他们在拼拼 将来有没有机会 等事情过了之后有机会翻山 我上集都跟大家出了一条片 就在分析究竟他们有没有人翻出来 虽然香港人是很羡慕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真的没有人说 像Mo事件、Sunny、史莱姆 过一段时间雪姨都没有人说 但没有人说是否代表不记得呢? 其实不是 不要这么开心 不说只不过是免得说 因为没理由浪费所有时间在这些人身上 每天都有新的说 但你们潜水我们没说之后 假如你们有一天上出 我们就有继续说 其实你看看Sunny、史莱姆 都是一样的情况 雪姨也是一样的情况 不是说你们潜水一阵 就真的没有人说就代表没有人记得 不是这样的事 所以大家说的失望都不是真的 因为其实我都看到一个网络生态 你问现在Mo是不是没有人记得呢? 其实不是的 现在Mo一有什么新进展 ViuTV搞什么新东西 大家都立刻提起Mo 即是不管你们是抽水也好 还是真的帮Mo平反 但是有很多人继续说 尤其是你这一次没了 你是弄死了人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那么潜一阵水 大家不说很羡慕 其实是不会的 就算我们不说 或者给你出来也好 阿禁本身带着怨气地离开 他也是会影响到你们一生的 我也不知道那会有什么感受 应该都挺恐怖的 我自己本人 我希望阿禁可以早有安息 不要为了那些人去烦心 因为那些人自然有可恨的网络言论去处理 一开始 梅兰老板Jacky 还想spin到网民那里 就说你们可恨的网络言论 搞到阿禁死 是鬼 关我们鬼事 一直那个罪魁和首 都是你们梅兰这班人 如果你真的好像你们所说 你们手上是有证据 是阿禁是真的有 你们说到他这么坏的话 拜托把证据拿出来 那你去到现在都没有 那我们就只知道 谁是没着苦 我们事情过了这么久 这么多个讨论 我都相信 这么大件事 美劳的人 任何一个人 如果有证据 应该早就拿出来 那不是卡特的证据 那么差 拿出来还要被人发现是造假的 不是那种证据 但他少少都拿不出来 就知道这件事 根本上 谁是对谁是错 我们很清楚 尤其是你们采用了一个有罪推定 假设了阿禁是有罪先 而不是他尽力 尼清一个误会 我相信发生在任何一个 真是认真去追梦 或者有心搞的channel 都不会搞成这样 但是你现在 现在微劳 其实无证无据 你都已经可以搞成这样 还可以不断单单打一打 攻击一个人 主要假扮到是没有欺凌 这些行为 其实真的不要得了 不小心赶太久 刚刚那些都是我的心性 当然还有很多 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和赞我这个channel 那微劳呢 这一件事 都不会是就这样完 因为都是刚刚所说的 你暂停更新 你换不花一条人命 无论你到多少切歉 你删除你的channel 你沟头认错 人死了就死了 我们都不会想原谅你 所以就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 大家都是真理的就算了 大家看到这里 我不知道有没有 那些人的路火已经熄了 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让大家重温一下他们做过什么 就在刚刚阿正离开了美娜的时候 他就出了一篇公告 就说前员工连名都不敢说 就说本公司就很遗憾 和家属致意深切慰问 就说该员工 两年前离开团队后 就没有和微娜文化 已经没有合作了 唯独他身前面对的困难 其实是有人透过电话 对他作出恐吓 那就不关微娜事的 没有管理层作出以上举档 在这里割席 但其实整件事 他们只是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 他说了我这些不好的东西 可以立即澄清 其实不是这样做的 整件事 大家都不是想知道 究竟你是否真的有做过这些事 大家其实就真的想你们 好好地去关心 你们的同事 或者你们所谓的朋友 但是没有了 那时候如果任何一个人 甚至我自己觉得 霍哥 即是你们所谓朋友 或者有恩的人 你们多帮一些 不会去到这一步 又包括主持Jacky 在拍片的时候 就说支持他 暗地里又在那装填 你任何一个人做好一点 他不会死 阿禁一定是一个好女孩 特别是家聪 家聪还要不知潜在哪 这些都是仆街 真是老实说 真是生气 你别以为我们为了吃花生才说 大哥 说一说一说一说越生气 还是想打他 好 我们就看看这一篇 流出的公开信 作为阿禁的朋友 对于他突然离世 我说非常难过 突然间又变了朋友 这个美拉创办人 CEO6号子疑似 他写给同事的公开信 就算不是他写 流出这些帮忙洗白的信 都是他们自己有写的 所以都是他们那群人做出来的事 你说我们这些是争够他的 那会不会帮他打一遍 在这作故事就没有时间 直接吵他就好 作为美拉团队的负责人 看到不少同事 因为这个悲剧卷入公众争面对 这个猛烈评击 我感到非常痛心 那他就没有为阿禁感到痛心 他只是对阿禁的离世感到难过 但是同事被人攻击 他就感到痛心 阿禁不是你之前的同事吗 其实从他子女行间 就是所有东西的子女行间 不是这一封信 之前都是 都看得出他们一定是在排斥阿禁 不用说证据 他说别人老屈 我们就这样根据你平时做的事推断 根据你上一封的公开信 就说这些人不关你事 就知道你们的关系是怎样 所以都不难相信阿禁 究竟这几年是怎样过的 过去两星期 仔细聆听过社会上不同的声音和意见 当中有毫无根据的指控 那你见到呢 我觉得好像是他写的了 这样说的真的相似 因为都是要推一推的 如果你说其他人写 你未必想到别人在指控我 你快点推翻他 第二段就要推翻他了 我就是瘋了 还有社会上不同的声音 我就见不到不同的声音 是一面都屌你 就是你一群微辣的人欺负一个女孩 在人家有抑郁症的情况下 还要排斥人在做哭哭的感觉 很好玩 根本上我们拿着这些证据 给你去解释 你都解释不了 你们只给到一些小朋友 才会相信的解释出来 你们不要当我们傻的 网民都是有历练的人 你们做的小动作 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在搞什么了 但又不少的意见和提醒 都值得他和领导团队反省 丢你领导团队想起中国 我相信就不会反省的了 因为他们都撑了很久 可恨的网络言论 这个六毫子之前还在说 对付自私的人不是恨他 不是不理他 而是占占远离他 摆得明白 那个他女孩他 你都知道是谁 又是过一段时间出 你们这帮人十恶不赦 单单说你们那些所谓的艺人 自己离开 你都知道已经是无力挽回 如果你们真的有所谓的证据 证明到你们清白 都没什么清不清白 就算人家真的有抢职 你做到这一步也是糟糕 是吧 公事公办 你都要加上这么多人 而且那些人全是网红 再加上他们的粉丝 去独立一个人 一个女孩 令到人们没了工作 令到人们没了名誉 加冲 令到人们没了儿子 还要是 去伤害人家的感情 你们这帮人一定是邪恶的 一定是 那看回这封信 十年前他由最初几个人 发展到今天超过一百人 我想说 这句话我看得到是深酸 他完全都忘记了阿禁的贡献 阿禁本身也是一个 跟了公司很久的开国公室 没人给过credit他 所以你说我们是否屈微辣 你去欺负阿禁不是 看得出你们完全不理会 他付出过什么 就是一尾在搞小圈子 排斥别人 弄了小动作 你们背后还做了很多很夸张的事 阿禁不会这样 逐个在wechat 跟你们这帮混蛋道歉 还要道歉给你们那帮人 特别是卡特那些人 大佬 你这帮人不要想出来 老实说 大家千万不用觉得可惜 你说做KOL 你个个都可以做KOL 就是他们那些视频 谁人都拍到 你问我我都可以开个channel拍出来 不是说什么很精细巨注 所以大家都不明白 有什么可惜 他们只不过是刚好 真是被他们吃住 那时候网络的channel红了 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 不是很unique 之后他们就说 一直的创作都是为观众带来欢笑 那当然就不是为观众带来欢笑 那就是赚钱而已 你看看他们那帮艺人多紧张 他们的工作有没有被人抢 你就知道 我认为你们的团队应该是用心去做影片 而不是在搞一些勾心斗角的事 真是很过分的 就说了 大家摊出来 搞了一些小动作 去创作有意义的人生 那就没有了 现在越挖越深 原来你们所谓有意义的人生 大家就在拿政府资助 欺负人 利用网民力量去为自己爽 做很多很自私的事 团队关系又很混乱 那这些是不是所谓有意义的人生 很不正气 但是真是 我原本都不知道未来是这样 我以为好像小树茄 因为我没看过 我以为他们差不多 大哥 现在看回 好邪气 作为团队负责人 轻视了负面情绪可以造成的伤害 今次的悲剧教训实在太大 吊你了 你的教训收皮 你弄死了阿精 你都没有道歉 你这个轻视负面情绪是害了一个女孩 个别同事艺人 近日受了很多网络言论的攻击 老实说 你们如果是清白 你好像霍哥那样 大家看到你真的没那么坏 比较没那么坏 或是不关事 这些人都不会搞你 这些人是针对事情的 已经不是针对人 是因为你们这件事真是很糟糕 才会去到这种程度 所以从头到尾 看这些东西 没有反省过 完全没有 虽然是一个疑似流出 但是都是那一句 都是他们那些人自己留出来的 要在网络上 把事情说清楚 并不容易 你说你有证据 拿证据出来 就很容易 因为没有证据 你凭空 冤枉别人 抢卓 借一些排斥人 借用粉丝力量 当然很难 把事情说清楚 像家聪那样 你只说出轨 和落仔那些 口疼疼 断章取义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人帮你 你们的同事自己 那些艺人都走了 没有人帮你 你就知道哪一面对哪一面错 请大家不要就这件悲剧 去震灵 你不是悲剧 他刚刚才说完 这个是公众争议 现在变成悲剧 突然间 尊重我们已经离开的朋友 你突然间变成朋友 和家人 尊重他 就继续说 但不要让你这些人 潜水 这种悲剧 对团队上下 产生不能磨灭的打击 对于美娜的将来 没有将来 听了不少同事意见 和很多董事讨论过 大家认为需要时间 去施水沉淀 反省过去的不足 和思考未来的怒 决定取消十周年演出 频道暂停更新 艺人各自非 自由决定工作和发展方向 他们都是辞职 就是跟你各关系 有艺人有大家 才有十年美好的美娜日子 感谢大家付出都是那些 请各位今后继续保持善良 最不善良 是这帮混蛋 还有你看到 他刚刚这里 就说是要时间思考 刚刚我们就看到 他说暂停更新 那这里其实 他们都是想出回来 都是博一下 那主力走了 有些谣言 就传他们说 有机会买盘 给有钱佬 那些就算了 微辣这个朵 臭了 臭就不是臭 微辣的brand 微辣已经是名存实亡 就算你不更新 现在其实那些罪名 是跟着你们的人身上 六毫子 加冲那些 卡特 你们不要打算走 还要打算洗白 卡特真是残 他还要打算洗白 喂 你们这帮人 就没得再继续了 老实说